15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本土个案病例达45269例 而花莲新增了689名 而花莲县卫生局表示 9月19号到23号 花莲各乡镇公所将提供6个月到11岁 以及12岁以上符合资格民众预约施打 还请详情留意 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花莲县15日新增689名确诊个案 由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记者会 说明花莲疫情状况以及预约施打等事项 DN5的疫情逐渐的升温 我相信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没有到高颜期 也就是没有到这一波的底点 可能我们还会持续的往上 确准数还是持续的往上增加 尤其是今天我们全国的确准数已经到4万5千人 我相信可能5万6万都不是不可能发生 因此预防重症最好的核弹是法医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要呼吁我们的乡亲 如果已经打完3剂疫苗了 如果你还可以来接种第4剂疫苗 也就是第二次的追加剂 如果1到3剂都还没有赶了 还是欢迎你赶快跟我们医疗院所联系 希望能够来接种疫苗 那我们这个第4剂也就是第二次追加剂 它有三种人建议接种 这个我们ACIP 我们的疫苗消毒建议最好来接种 第一个是65岁以上长者 第二个是肠道机构的助理 第三个是18岁以上免疫不全或免疫低下 但是你的病息是稳定的 包括这边讲说癌痴病 阳性个案或是有血症的病人 或是使用医院一直记得这些病人 那我想这三类的个案最好能够来接种 第4剂的疫苗 第4剂的疫苗 那另外呢 还有下列这些人 那我们建议如果你有施打医院的话 可以去接种 那包括我们医事人员 应该还是在医院里面跟很多病患者接触 或是我们的港部或居家检疫的工作人员 还有航空的机组员 第三个就是机构或社会照顾系统相关人员 第4个是50到64岁的成年人 就是50岁以上成年人 最后一个是18岁以上 因为外交、国务、洽商等工作需求 需要出国的 都可以来我们接种第4剂 也就是第2次的最佳剂 那这边呢跟我们相信要特别做报告的 那这边的规定跟以前的年不太一样 那以前呢 是规定说 这个第4剂跟第3剂呢 之间要间隔5个月 间隔5个月 但是从9月12号开始 就是从这个 前几天开始 那从礼拜一开始 那我们以第一剂的这个追加剂 之间的距离呢 时间的就缩短成为 就是12周 以下将近3个月 就以前是 第3跟第4剂之间 要间隔5个月 现在第3剂跟第4剂之间 只要间隔3个月就可以了 间隔3个月就可以了 然后再次转发布了 再次转发布了 再次转发布了